看着王源小朋友又被折磨 粉丝们是不是感觉不会再爱了 别着急 我们跟着摄像师的镜头回看一下这个画面 我说王俊凯 你好歹也是队长 你就是这样给小伙伴加油打气的吗 队长这么一捣乱 王源小朋友又被折磨 王源同学大概快要气饱了 等等 这难不成就是王源说的DF Voice特有鼓励方式 就是语言上的鼓励都没有 但是大家都是就是能感觉到 不管累也好笑也好 上午的行体课总算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了 前方将有美味的饭菜 万恶的行体课终于结束 极恶的感觉正在疯涨 劳累了一上午的王源和一阳迁徙 终于可以享用美味的午餐 某位少年吃得紧紧有味 四方形的饭盒形状象征着中国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作用准则 饭盒中的美味有 我觉得我没看出来 我没看出来 看来二位是看着碗里的菜 脑瓜里却冥想着另一番美好图景 我喜欢吃重庆的菜 红锅 红川菜 我不喜欢吃重庆的超手 上次迁徙去重庆 然后给他吃了一碗超手 然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就爱吃了重庆的超上 快一点快一点 快一点快一点 恋爱就是那么闲 飞机的下半场就开始了 吃好饭的王源同学是不是有点不在状态呢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4 5 6 7 8 4 5 6 7 8 话说回来 两位队友都练习这么久了 这队长王俊凯到底哪里去了 难不成偷懒去了 他呀 出去有事吧 好像是去看什么皮肤什么的 等王俊凯同学回来 小编总算明白 队长连午饭时间也不放过 居然是去医院出力痘痘了 果真是称职的偶像派 三位少年的表现越来越默契 而未来的精彩将从一点一滴的辛苦中开始 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共同努力 就是有这个意识 但是都没有腿上说出来 对 娱乐盟场北京独家采访报道